很多手机用户每天都会透过通讯软体传送贴图 但现在呢这贴图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不仅是虚拟卡通人物 是把真人明星都化成Q版人物 像是通讯软体微信为了拉拢台湾用户 他们就向中台语歌坛性感女神谢金燕 推出了谢金燕贴图 头戴安全帽一身性感装扮 跨作迷你重型机车闪亮亮进场 台语电影女王谢金燕年初跨年晚会这一趴 创下近百万人观看的最高收视率 看准女神魅力大陆通讯软体 以七位数代言费向中谢金燕当代言 打造动态贴图 只见化身Q版人物的谢金燕造型依旧火辣 起迷你重机变成动态贴图 还有招牌一字踢腿动作 而去年爆红的MV BBB变成贴图还是很传神 大陆通讯软体积极进军台湾市场 积极瞄准有1.5亿用户的LINE 一边主打本土化策略推卸经验 LINE则有红遍全球的江南大树 FSI动态贴图 都是免费给用户下载 看准台湾人聊天爱用贴图表情 贴图也从最开始的卡通虚拟人物 演变成明星贴图大战 中地新闻黄建藤林杰台北采访报道 MV BBB变成明星贴图